另外来自于福建泉州市72岁的丁海坚 由于不是字 起初不太敢踏入慈祭 自己给自己设了慈祭门槛 后来在志工鼓励下 丁海坚从环保做起 结束卖精纸的生意 鼓励老顾客省下钱捐功德 他还每天清晨到市场捡资源 他说他不会写字 但事情每一样都要做 天还没亮 路灯还没熄 走一步捡一雾的是 已经72岁的丁海坚 我没打车了 没打车了 我只是去汽车我去东国打 心里很清楚 这些资源可以变卖救助贫困 丁海坚天天捡 还专程租了个小房间暂存 满了再由环保志工运送到环保站 做环保救地球 丁海坚越做越欢喜 却也惊觉自己卖金银纸钱 是助长人们污染空气 因此立刻结束这项生意 同样是收钱的动作 但现在这些是丁海坚一步一脚印 劝募出来的善念与善行 原本担心不试字 无法做好慈禧事 但慈禧人彼此鼓励 让丁海坚一颗游离不定的心 安了下来 我其实要醉不要死 醉了我大行都醉了 把时间用来行善 丁海坚很慷慨 但回到家的生活起居 他则事事节约 不计较不比较 智慧的增长来自每一天 沉中起薰法香 我是牙白的时间 我听修试的一句话 时间不空的 心宽念纯的丁海坚 因为正言圣人开示要精进 三年来在慈禧路上 奔波忙碌 但是这与过去五十年 承担艰苦家业的滋味 大不相同 虽清贫却怡然自得 白新闻真善美之工综合报导 我说我想这种心有机会 我看了我 有机会 我认识